大家好,这里是军园艺 现在正是各大温室开始育苗的季节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在育苗方面的经验和技巧 首先育苗有几种方法 大致分为种子、千叉、还有组培 大部分的蔬菜其实都是通过种子育苗的 也有部分花卉是通过种子育苗的 但大部分的商业种植中 花卉其实是通过千叉来育苗的 基本所有的木本植物也是通过千叉育苗 尤其是果树 如果从种子种起的话 那等到开花结果实在是太漫长了 近些年祖培育苗也更常见了 比如说波士顿爵、玉簪花、兰花等 都是通过祖培来育苗的 那具体选择哪种育苗方式 主要是取决于这个种子的发芽率 生长速度、外观的统一性、运输方便 等等这些因素 而每种植物又都有各自的生长特点 这期视频我们会来广泛的聊一下 种子的育苗 那下期视频我们再来聊千叉育苗 首先在播种前 我们要选择合适的种植媒介和容器 我认为播种的容器越小越好 因为这样对于发芽后期的土壤湿度更好把握 在选土方面呢 对于大部分的种子来说 如果有育苗专用土就更好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普通的室内盆栽用土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洗湿的种子呢 我们尽量选颗粒小保湿度高的这种种植媒介 播种后盆涂表面也可以撒一层制食 或者是盖上保湿层来起到保湿的作用 对于大部分种子而言 发芽的必要条件是水、氧气和温度 把握好这三个方面也是发芽成功的关键 先来说给水 大部分种子发芽都需要很大的湿度 那整个的发芽过程 我们必须保证种植媒介足够湿润 播种后的第一次给水呢 一定是给透的 如果有条件 可以保持这个空气湿度在90%以上 这样在播种到发芽的这个过程中 一般给一次水就够了 但如果没有条件 空气湿度偏低的话 我们看到表土变干呢 就可以再给一次透水 直到这个种子发芽 每种植物对温度的需求都是不同的 但大部分种子发芽的温度条件呢 需要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 在这个范围内呢 温度偏高 发芽也就更快一些 有些种子呢 喜欢高吻 尤其是热带植物 那有些种子呢 也喜欢低吻 比如说像鲜克莱的种子 它发芽的最佳温度 就在13到16摄氏度之间 那我们在播种前 可以根据自己的植物 来做一下功课 对于大部分种子来说 光照并不是必须的 但个别种子 比如说三色锦 鲜克莱 它们需要在黑暗的环境下 才能发芽 所以这个时候 做好闭光就很重要 一般情况下 在种子的发芽阶段 其实我们是可以忽略光照因素的 种子的发芽期间呢 也是不需要肥料的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给清水就可以了 种子破壳后 就进入了幼苗阶段 首先呢我们需要及时的判断 种子是否已经发芽了 那把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因为发芽的概念 并不是说种子破土了 而是说种子破壳 每种植物在特定的温度下 种子发芽的时间都是有统计的 那比如说西红柿种子 在18到29度之间 它的发芽时间 大概是在6到8天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时间 更准确的判断 这个种子是否已经发芽了 在我们判断这个种子破壳发芽后 我们的给水和给光 就要即刻的做出调整 种子发芽后 对土壤的要求 是要保持湿润 但又要有足够的氧气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给大水 种植媒介的透水性 透气性一定要好 那幼苗这个时候很小 对水的需求量也很小 但同时又要保持土壤的湿润 避免缺水 这就是为什么小的容器 对于给水会降低难度 那如果容器偏大 土壤过湿 要等很久 这个种植媒介才能降到合适的湿度 那幼苗就很容易吸收过多的水分 那造成液晶土壤啊 根部有养分不足 过于细弱 最后支撑不了它后期的生长发育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挑出来的一个土壤偏湿 一个土壤边干的幼苗 那很明显 偏干的这个 看它的根系更发达 枝叶也更多 生长状态也更好 当然容器小 土干的快 那给水的频率也就需要适当的增加 在光照合适的情况下 温度可以保持在适合您所选的这个植物生长的最佳范围内 但如果光照不足 这时可以考虑降低温度 来和光照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来避免涂涨 当然了 温度是不能低于植物的耐受范围的 而且低温会降低植物的新陈代谢率 给水呢 给肥同时都要降低 那这个时候植物生长也会相对的缓慢 像北美育苗的时间 都是在冬季或者是春季 那这时的光照强度呢 非常的低 如果室内育苗没有给补光灯的话 那基本肥苗都会涂涨 最后挂掉 所以一旦判断种子破壳发芽 即刻就要增加光照 肥苗的生长是需要营养供给的 根据不同的植物和植物的大小 我一般是从半肥 或者是从正常肥量的三分之一开始给 这样呢更加安全 普遍来说 EC值可以从0.5开始 逐渐增加到1都是可以的 还是那句话 给肥呢 宁少物多 随着幼苗的生长 我们要给它们更换合适的容器 在商业种植中 从发芽到上市 大部分的植物至少是要经历两到三次的一盆了 那判断移植的最佳时机就是观察根部的生长情况 如果大部分的这个根系已经触碰到盆壁并且开始盘绕 这就说明需要换盆了 尤其是对于新手 合适的容器呢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给水的难度 从而增加育苗的成功率 而多换几次花盆呢 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以上就是我所总结的种子育苗的关键因素 希望会对您有所帮助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